智慧不要以為是智商 有些人以為,我的智商不夠,我讀書不夠 我一定是智慧不夠 但聖經所說的智慧就是 跟從神,走神的路的智慧 就是能夠將自己的生命獻給神,走神的路 我們看到頗多基督徒 其實他的生命有很多破壞的地方 譬如他的情緒不開心 人際關係又不好,又容易被人傷害 在做工時經常都會和人相處不好 所以又容易被人解僱 有很多問題,人際問題也有問題 就好像整個生命都破壞 有時候人們就賴命運 但其實自己也有責任 自己也有做過什麼,善用我們的智慧 有些人說我現在已經太遲了 我已經失去過的機會 現在也不是太遲的,你能夠走走 你有明白事情的能力 你都可以提升你的智慧 在各方面去處理生命 神很想祝福我們 而我們上一次有提過 神的智慧是無法測度的 是無法能夠明白的 而我們跟從神 是智慧的開端 而神是將智慧給我們的 神的聖靈是能夠將智慧 他是智慧和聰明的靈 臨到我們身上 有謀略,有策略的 而基督徒應該追求屬神的智慧 而愚蠢的路是很淒涼的 其實是自己受苦的 越走愚蠢的路 越是失敗 但越走神的路 越是有能力的 而神是用他的大能 他很看重我們 神看重我們每一個 我們每一個都不是 神是預定你將來一定會失敗的 不是的,神是預定我們 每一個都能夠生命發揮 未必在世界的眼光是成功 但在神的眼光是每一個都可以成功的 神是會給我們大能 有聖靈的能力 神看上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都很珍惜的 有一天你去到天堂 神就說,我很珍惜你 我提升你的,我幫助你的 但是你可能會說 哎呀,我不知道 我早知道 我就會大大提升我的生命 我以為我用我的方法 我就會得到世上的東西 其實我更慘 但是你現在知道 原來神已經看著你 跟你說 你很寶貴,很重要 我會提升你 當你明白這一點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現在可以提升 不要到天堂才會後悔 是現在可以提升 而神已經有計劃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深信 神真的有計劃 要祝福我們 好了,我們很重要 就是怎樣建立 這個熟靈的智慧 怎樣建立 我們上次又說到 不同的破口 和背聖經有幫助 還有我們上次說到 就是價值觀 你認為有些人很緊張 就是一定要賺錢 多錢,一定要結婚 結婚如果神為你預備是好的 但是不一定是結婚才好 是神為你預備結婚就是好的 沒有為你預備結婚 你就是要結婚 你未必是好的 用神的方法是最好的 這個價值觀 有些人以為世上的才重要 但其實最重要的是神的事情 第二點就是建立生命的方式 有很多人 他的人生是怎樣呢 是愚蠢的 他又不覺得他愚蠢 他說我 我很興奮、很開心 我日打遊戲很開心 我上網玩這些東西 我很開心 但他不知道 其實他是一直在破壞他的生命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 破壞他的生命 他隨意生活 隨意喜歡什麼時候打遊戲 又打遊戲 什麼時候睡覺 就什麼時候睡覺 他不知道我們有一個時鐘 這個時鐘破壞的時候 其實身體是不會好 健康也不好 我們神做 我們是晚上睡覺 天天作工的 但有些人他愚蠢地做人 他懶惰學習 懶惰處理生命 結果他隨意 喜歡什麼時候睡覺 就什麼時候睡覺 就沒有心進步 就隨便做人 結果生命 就因為他沒有定義去跟從神 很感謝神 其實我在信主的時候 我是十九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年輕 我是定義 在那時候我開始念聖經 我又學習傳呼音 當一些人問我的問題 我不會回答 我又去操練 去怎樣回答 我又思想聖經 那時候我又會寫筆記 還有我後來去聖經學校 聖經大學 和神學院 我是很留心學習 都未講到 那一課 我已經看完神樂 那些三本書了 為什麼呢 我很想了解所有神學院 然後我想的時候 一直去查究聖經 我是很努力去建立 神給我的一切 我都希望大家是這樣的 那這個就是智慧了 智慧建立 是主動學習 不要說 放過來就吃 我是主動學習的 譬如我見到 那時候我見到葉錫安彈琴很好 我現在見到 Rocat彈琴很好 我也想在他那裡學習 那我看到葉錫安彈琴很好 我就請他教我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攝錄 就是我有機會我就珍惜 那也都以前在外國 我看到那些彈琴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那雖然我不是學得完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主力不是彈琴 但是我有機會我就珍惜 我就學習 什麼我都學習 那這個就是一個人生的心態 那我自己也有這個呼召 就是有不同的東西 我想傳開給香港的教會 和世界不同的教會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主動的心 神啊 我的生命可以給神用的 其實我也鼓勵大家 放在網上你的見證 有些人說我不行 其實你可以 我們幫你在YouTube那裡 開一個戶口 是人人都可以的 你有空你就放一些影片上去 這樣你就 很多很多的見證可以影響人的 神就會告訴你 你幫了幾萬人 你說我什麼時候幫了幾萬人 我都沒有見過那麼多人 神說你放在網上的影片 都幫了幾萬人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你有主動的心 都可以給神使用的 這個就是一個智慧的方法 智慧的方法 就是珍惜你所有的一切 你和旁邊都說 我們可以珍惜我的生命的 可以珍惜我的生命的 可以珍惜我的生命的 你可以珍惜的 你的生命很寶貴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雖然我年紀都不小 但是我是決意珍惜的 我會一直做到最後的一分鐘 可以的時候我也會懸疑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世上一切都要過去 我對世上的事 我已經 我不是那麼體重的 我是體重的 就是我能夠為神所做一切 以及做在人身上 譬如有些人現在開始做功課 講道功課 我是很欣賞的 很喜歡的 我就幫他們 你們大家都可以做 我們將來會有些人 上台分享 你又不要那麼驚訝 因為我們就是訓練了 訓練不同的人可以做 在現今的世代去做 將來在大災難的時候 亦都可以做 這個就是我們 每一個人都建立我們的生命 以及發揮我們的生命 就是將身體獻上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是一個刻意的生命 刻意將生命擺上 這個就是智慧的 大家有沒有刻意呢 可能你說不行的 我都是很弱的 我的能力很弱 其實你聽到我說這裏 你上網再看回 即日在Facebook可以看回 過了幾天 一個星期左右 就可以在YouTube可以看回 那你就可以看回那些經文 試一下練習講 你就可以練習講 你就可以用來傳呼音 可以自己 我歡迎你 把我的訊息自己再說一次 放在網上 都可以 我都歡迎 那你就練習 你練習習習慣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進步 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真的聽到牧師說什麼 在書裡 其實我發覺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在教會學不是那麼多 我在圖書館 在教會的圖書館 我借書回去看 那些我學習得快 而且我用來傳呼音 那裡進步得很快 這就是我們能夠 善用我們的機會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大家想不想 你想的時候就行動 開始行動 有些人說 我不能夠專心看聖經 那我就鼓勵你回去 你看回這些經文 每次都有解釋 你就看回這些經文 你就應用在你生命中 跟別人說 說慣了 你就可以用來傳呼音 或者建立人的靈命 下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待人接物的方式 就是建立智慧 很多人的生命有困難 為什麼呢 他跟人相處很有困難 他不懂得跟人相處 結果跟人相處是很困難 很不開心 很煩惱 這些愚蠢的待人的方式 大家看一看 這些愚蠢的方式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樣做 不尊重人 有時候有些人說 他人這麼不好 這麼多問題 我真的不喜歡他 我看到他就麻煩了 他不知道 你看到他有問題 我們分辨 知道OK 不過你不要不尊重他 因為我們不尊重他 也是犯罪 他也是神所創造的人 所以我們尊重他 但是我知道他的問題 我分辨了之後 我不用被他影響 有些人就被人影響了 負面情緒 很激烈 想問大家 這個星期 你有沒有被負面情緒影響 我一留意到負面情緒 我立即處理 因為我知道負面情緒會破壞我 所以我刻意不讓負面情緒影響我 我一有負面情緒 我立即會讚美神 想回神的恩典 我就讚美神 宣告神的恩典 哈利女日 多謝天父 天父喜悅我 我就把那些負面情緒放下 我是一日到晚上 是很多次 經常去感謝神 處理我裡面 任何負面的情緒 我就說 沒有人 我不需要被任何人影響 有些人就計算人的惡 我經常都說人你不好 我都說過 多點想神的恩典 和人對我們好的地方 少點想人的不好 人的不好 我們不用重複想的 我們處理就可以了 不用放在心上 不用吃那些垃圾的 也有些人又怎樣呢 容易說人不好 說人甚麼衰 你沒用 你蠢 這些是指責 容易指責 指責人的後果也不好 或者要求太高 你這麼不乾淨 我們當然應該注重乾淨 不過有時 潔癖也不是好 有時要求太高 就令到周圍的人很大壓力 要求很高 要求甚麼都做得很好 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方式 就是愚蠢的方式 大家想想自己有沒有這些方式 也有些人盲環 盲環固執 就是很困境 人家說甚麼不會聽的 不會接受人的意見 其實接受人的意見 是智慧的開端 你接受人的意見 你是智慧的 你是勇敢的 也有些人容易破壞和諧 有甚麼不開心 立刻發困難 立刻發脾氣 這些都是愚蠢的方式 或者只是訴苦 哎呀我真是慘了 有些人我認識了 他每次找我都是訴苦 都是哎呀怎樣慘 人對我甚麼不好 可能真的 不過他的心裝滿了 於是他的口出的說話 都是訴苦 或者誰稅不憂 總是不斷說 有他說沒有人說的 有時我也要停一停 我說你想我怎樣幫助你呢 他慢慢說 說一件事 說第二件事 我要回到第一件事 我說你可否給我回應第一件事 你想讓我回應 因為你只是想告訴我 這樣 我會了解一下 有些人真的會不停地說話 也不懂得聆聽 即是他不會聽別人說話 這些都是大家反思一下 你有沒有代人節物 是用一些愚蠢的方式 但有些人就說 人自然反應當然會發脾氣 當然會罵人 當然會說人不好 當然會癮癮癮癮癮 這個是自然反應 但自然反應未必是對的 因為自然反應是跟從自己的罪性情 我是刻意管理我的生命 即是我是用思想帶領我的生命 用神的靈帶領我的生命 我是刻意 我記得那件事不對 我就處理神的幫助我 認罪、認錯去悔改 這些是不好的方法 對比 我們讀一讀經文 歌羅西書四章五節 一起讀一下 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馬太二五章四十節 王毅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造在我 我者 突然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造在我身上 這些就是智慧的方式 用智慧與人交往 還有做好的事在弟兄身上 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造在耶穌身上 愚蠢與人相處就是沒有愛心 不是打算祝福別人 有些人 譬如他來到教會也是 他只是經常說 那些人都不關心我 都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關心我 他只是想別人沒有關心我 他沒有想到 我來教會都可以關心別人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想 我來到可以關心別人 我們一起去宣告 我們可以和旁邊說 我想來關心你 你和旁邊 希望我們都不只是想著 我得到些甚麼 而是我們去給別人更多 我一信主 我就馬上想一下 我教會的人 到底是不是每個人都清楚信耶穌呢 我真的刻意和他們聊天 我是初來到教會 我就問那些離開教會的人 居然他們告訴我 有些人告訴我 我不肯定的 我不清楚的 我就開始故意早回來和遲走 和他們聊天 我故意早回來和他們聊天 遲走和他們一起陪他們回家 這個就是我初信主的時候 神已經感動我 這樣去幫助人 真的有這個心去幫助人 因為聖經教了 我們去幫助人 去憐憫人 一個愚蠢的方式 就是不理人 或者用情緒代人 但是智慧怎樣呢 關心人 憐憫人 不吃垃圾 他對我不好 我不用放在心上 不用介意的 而經常想起機會祝福人 其實在我接觸的人中 我甚麼款式的人都有 我接觸的人打球 甚至我買印索 甚至我有時做任何的交易 有時我有機會 我就會跟銀行的人 我都跟他們說 在銀行裡面的人 見慣了 我又跟他們說一下耶穌 這個就是我見到甚麼機會 我就會跟別人說 關於耶穌 有甚麼機會在外面 我都會接觸人 我就會跟他們說耶穌 就是說 我們盡量將神的恩典帶給人 這個就是智慧 有些人說我真的沒有甚麼智慧 那怎樣建立智慧和機智呢 機智就是說 在適當的時候 能夠說適當的話 能夠有智慧地即時回應 即是有 能夠不是回到家才說 哎呀我應該這樣說 有時我都會這樣說 回到家才記得應該這樣說 但是越多這樣想 我將來就要小心 怎樣建立智慧呢 第一就是讀聖經 親人神讀聖經 得到智慧 神的話語是有很多智慧的說話 因為祝福人就是智慧的 不給人影響是智慧的 深信神的安排 神的恩典 神有一切的準備 在我身邊有奇妙計劃 這些都是智慧的 所以你越看聖經 你神的智慧就越入你的心了 還有信從聖靈的感動 來善用智慧 善用機會 聖靈很多時候提醒的 譬如有時候我跟人祈禱 其其他聖靈會提我的 這個人不太適合 這麼長時間祈禱 我就立刻知道 有些人就習慣了 有些人不習慣 其其他就會有些意念出現 這個人不太習慣這麼長時間 我就立刻停止了 聖靈會提醒我們 這個人我們需要柔和一點 不要跟他直接衝撞 他也未必接受的 還有用神的方法代人接物 都是智慧的 這個要學習的 有些人說 你這樣說話很不自然 因為他習慣了 你這麼沒用的 你這麼慢的 會笑人 但是我們神的方法是怎樣 我們就會看到人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都會安慰他 多些欣賞他 你真的有進步 多謝天父 我欣賞你 你有進步 他就會開心 好像Rachel 我覺得她今天分享 就是一個欣賞 欣賞一個非常好的神 使用他 這個就是我們有機會 我們就欣賞別人了 還有都是評估自己做得 是否自衛 下次就留意了 評估下面有個圖 這個圖也很有幫助 大家喜歡吃蘋果P 這個P P P是什麼呢 代表祈禱 P P Plan 或者計劃 你祈禱或者計劃 implement I就是實行 然後 Evaluate 就是評估 就是P P P 大家要吃Pi 吃蘋果P 或者其他P 那你就祈禱 神啊你幫我找一個計劃 然後我就走出來 走完之後 譬如我想跟這個人這樣交往 走出來發覺撞板 或者這個人不接受 那我就評估 之後我就祈禱下一次怎樣跟他交往 有些人未必給他一些提議 他未必是好的意見 因為他不喜歡聽意見 可能他只是接受你跟他關心他 那有些人是會接受意見的 那我們就看情況了 那我們就學習經一事掌一致 每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掌一致呢 有什麼事發生 就掌那個智慧 即是記得那些事情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第一個太太 她已經識盧歸主了 她跟我說過 她曾經有情況 有人跟我說一句說話 但我沒有即時善用過機會 她就跟我說一句說話 她說你應該打蛇除棍上 即時回應她 那這句說話呢 一直在我心中 即是有機會 你即時珍惜那個機會 即時去做一些你可以回應的事情 我就即時回應 我經過這件事 我就記得 我記得 我記得 現在是否有機會 我都試過有很多情況 是緊緊 即是剛剛那時候 可以我立刻跟那個人說 一個提議 一個意見 問他好不好 我就即時善用那個機會 也有些情況 我臨到最後才記得 我立刻 就可能 譬如要做些什麼 我立刻就去做 在最後一刻 就不會失去這個機會 那這個就是我 記得這句說話 打蛇除棍上 立刻珍惜的機會 那下面 可惜 很多人 永遠都學不到 他一輩子都是被人影響 一輩子都是吃垃圾 一輩子都是跟人相處 都是撞板的 大家是不是這樣 有些人說 人們對我都不好 個個都對我不好 通常他就看不到 他自己對人怎樣 他只是說 人家個個對我不好 他沒有想到 他自己其實對人 都是有很多傷害 很容易被人傷害 很容易發脾氣 那這些 我們 大家有沒有進步到呢 那你有沒有進步到 那怎麼辦呢 那你留意 可能 你不是立刻 一次就進步到 但是你發生多幾次 你就提醒自己 我下一次留意 這個就是智慧的開始 有些人一輩子都學不到 大家學不學到呢 學不學到呢 學到呢 可以學到的 是嗎 大家可以學到的 譬如有人跟我說過 他有強迫症 那他的強迫症是什麼呢 他洗的 他一邊洗 洗完之後 又不知道要洗 又再洗 又再洗 雖然有些心理醫生說 這些是一種病來的 不是那麼容易醫到的 那我覺得 有其他方法 醫學的方法可以用 不過都可以用我們的智慧 那我就跟他說 譬如你真的 你知道洗 你會洗來洗去 洗手洗完一次 又洗一次 那你可能 你需要做一件事 譬如找一個 那些鬧鐘仔 那你一分鐘洗手 有些人說 多洗幾分鐘 OK 那就多洗幾分鐘 我想洗手很少人 洗多一分鐘 那你就洗一分鐘 洗一分鐘 洗了已經夠了 那你就告訴自己 我洗了 那你都可以 在意志上告訴自己 我洗了 洗涼 自己設一個鬧鐘 有些人會洗一個小時 我真的不明白 怎樣可以洗一個小時 涼 即是 即是把皮膚洗到 霉了 即是 變了一些 好像那些鹹魚 那些鹹魚的肉 洗到霉了 其實長期這樣洗 都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那我們就告訴自己 我洗澡 我給自己時間 我來說 我真的十分鐘就洗完了 有些人說 你說要二十三十分鐘 那你就 好了 我教了一個鬧鐘 二十分鐘 好了 洗澡 真的 是不是真的這麼嚴重 要洗… 其實這個世界 不斷都有細菌 你多洗很多次 細菌又收回來 其實你 越不接觸細菌 可能你沒有抵抗的能力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思考 是不是一定要給那些東西影響 譬如有些人就告訴我 他說那些人經常看他 那我又問他 那些人到底有沒有害過你 他又沒有 沒有害過你 那會不會你經常擔心人害你 那你就看了 那你看了 那你看得多 那個人又看著你 那你為甚麼你經常看著我呢 那你就以為他撐著你 其實他不是撐著你 他只是看著你 為甚麼你這麼奇怪 經常走過 總是掘著我的 那他又掘著你 那他就以為 每個人都在街上撐著我 不知道做些甚麼 那這個呢 其實有時他自己的行為 他不知道 那這些都是建立智慧 那麼久以來 都… 那些人站在那裡 都沒有害過你 那怎麼會在那裡 每天撐著你 那麼久都不害 他真的不是害你 那所以我就可以放手了 即是我們裡面有些 錯誤的想法 有些錯誤的做法 有些人 我自己也有時會這樣 鎖了門 哎呀死了 落到樓下 有沒有鎖呢 忘記鎖了 走上去 我自己提醒自己 鎖了了 鎖了 然後再代替 鎖了就記得了 不會落到樓下 死了有沒有鎖門呢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可以提醒我們自己 讓我們不要經常擔心自己 有沒有做錯 這些都是一些智慧 對不對 這個智慧可以學習的 另外就是 人與人之間 這些不同智慧 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是最影響我們的 下一個就是處理衝突 有衝突的時候 有很多人的衝突的處理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鬥罵 是很多人用的方法 你說我 我就罵你了 這裡我提議 聖經 根據聖經 專心聆聽 到底他不開心甚麼 他不喜歡甚麼 到底他關注甚麼 他關注的未必 是我們覺得合理 不過我知道他關注那件事 譬如他很關注 糟了有人害他 譬如他覺得我們害他 他以為是 但我不是 我知道他 起碼他以為我害他 其實我不是 我可能知道他以為我害他 我就用不同方法去幫他了解 其實我一直都是想幫你的 我都不是想害你的 我就回應這件事 我接受這件事 不要聽過就聽不到 有時候會這樣 他那人說 你害我 他就回答 我沒有害你 他什麼時候害你 只是這樣 對抗是沒有用的 但我知道 我告訴他 怎麼告訴他 我聽到你說 你以為我對抗你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呢 我有沒有做過甚麼 對抗你呢 你又覺得我有沒有做過 是對你好的呢 你覺得我有沒有為你設想 這個我就回應他了 而不是說 我沒有對抗你 你怎麼說我對抗你 那是沒有結果的 大家鬥鬧而已 其實這種智慧 很多人對鬧了幾十年 都好像處理不到 都是對鬧 都是大家鬥過 鬥過是沒有結果的 但我聽到 原來你關心這件事 於是我就回應 我就回應他關心這件事 原來你以為我對抗你 我不是對抗你 我就去問他 你為什麼覺得我對抗你呢 有什麼原因呢 你有沒有覺得我對你有好的地方 有幫助你的地方呢 你有沒有覺得呢 你覺得我其實是對抗你還是幫助你呢 我們用這方法化解他那種錯誤的想法 好 下一點呢 就是情緒不被影響 他明明對抗你 有些人就生氣到不得了 生氣到不得了的後果是什麼呢 生氣到不得了的後果呢 就是 大家對立 大家不開心 大家對立 但是呢 我們分辨了 他情緒有問題 我不用受影響 這個是智慧來的 一起跟他說一下 他情緒有問題 我不用受影響 我不用激氣怒吵 不要緊的 不死得的 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的吵架 有時候在巴士上 或者在過境 我見過巴士和過境 都有些人碰撞 然後罵到不停的 就是很大件事 那些保安走來 叫他不要再吵了 他都是不聽話的 就是他就是覺得 哇 他頂撞我 很大件事 我想問問你 有人頂撞你 是不是很大件事呢 是的 其實不是很大件事的 不用那麼緊張的 好了 下一個智慧就是 減少對立 你明知道他和你對立 我們就越是和他 說柔和的說話 但有時候我們的心不疑 他明明和我對立 我還要善待他 很不抵 很不抵 但我可以告訴你 你和惡人作對 你還不抵 和惡人作對 是很不抵的 耶穌已經說了 你不要和惡人作對 你和他作對 他越和你對抗 你越對 他越對抗 你越辛苦 你做人越不開心 所以惡人 盡量減少那些磨擦 衝突 盡量減少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無事 不要緊 他有什麼得罪了你 不要緊 對不起 不用放在心上 沒事的 這樣減輕了他的對立 你亦都引導他討論 你覺得 有什麼地方覺得 譬如每個人都針對你 譬如有些人說 每個人都針對我 你覺得有什麼地方 顯示人們針對你呢 你覺得他們是否真的 刻意針對你呢 引導他討論 而討論的時候 你發覺他有很多脾氣 可能有時候你會跟他說 不如我們下一次 我們平直再說 或者我們喝一口水 待會再談這件事 好嗎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如果能走通的話 還有下一點 就是接受不願改變 有些人真的不肯改變 一輩子都是發怒吵 罵人 容易被人傷害 有些人一輩子都是這樣 我們接受這件事 我們就不用放在心上 他不好也很善待他 總是善待他 這些就是智慧的 大家有沒有刻意地想 我智慧地 跟那些難於相處的人 大家現在想一想 有哪一個人在你生命中 是很難搞的 那你就問一下自己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他跟你對立 減少? 即是你不是沒有了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他 不覺得你跟他對立 他有沒有覺得你跟他對立 這是一個問題的 即是有時候是這樣的 他不好 可能他有99%是他對立 不過我們有1%的對立 即是怎樣? 有時候軟對抗 他硬對抗 我說軟對抗 但他覺得我們有軟對抗 他已經覺得我們對抗 雖然他自己有99%對抗我們 他就看不到他有99% 他只是覺得我們有1%對抗他 我們就說 神啊,你幫我吧 柔和一點 善待他 買些東西送給他 請他吃東西 讓他更開心 他覺得我不是對抗 不是對抗他 我記得那時候 我曾經在一個 以前 是住在一個 村屋的地方 我走過 看到一桶一桶的水 全部滿了那些鐵缺 即是會飛成蚊子 很肥的 每隻很肥 隨時變成蚊子 我看到很多桶 我就把他一桶一桶倒了 因為這些是危害社區 怎樣才知道 當我倒了最後一桶 有個婆婆走出來 你把我的水倒了 那些是很肥的水 要來耕種 那他就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我愛做什麼 就叫他 叫我把水倒給他 但也幫助不了 因為他這樣做 但我知道這個人不對 因為他用的那些方法 不是一個好方法 他用這些做肥料 他就一桶一桶 弄了這些蟹缺 用來賣給別人 做肥料 灌鈣之類 後來有一次 我已經適勞歸主的太太 所以他就送了一桶給他吃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 從此以後 這個婆婆對我們 是非常有禮貌 就是完全改變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跟我們對立 送些東西給他吃 善待一下他 多謝一下他 關心一下他 可能他整個態度 跟你改變了 這個就是智慧 但有些人說很吃虧 小孩有沒有交錯 那種種可以吃 但你吃那種種的益處 遠遠不及他 能夠善待你 你的心裡有平安 就比每天看見他 很不開心的樣子 這也是智慧 其實我很多方面的智慧 這些我不能夠全部說出來 可能你的家裡有很多情況 我們都想不到 但你就說 我怎樣可以減少這個對立的情況 這就是智慧做人的智慧 還有欣賞和珍惜神和人 我們一起讀阿菲律比書四項八節 弟兄們 我還有未盡的話 凡事真實的可敬的 公義的清潔的 可愛的有美名的 又有什麼德行 又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這裡說到的 一方面是說到神 第二也說到人 人都有可敬的地方 人都有公義 各樣好的事 我們有的時候 我們就珍惜了 大家想想 你來到這個群體 有沒有人對你好呢 有沒有人善待女呢 有沒有人幫助你呢 起碼我都會善待你 我們有的 一起侍奉的人都善待你 還有我們的教友都訓練了 是善待人的 我們就說 多謝主 有這些弟兄姊妹對我們好 我們在下面看看 神對我這麼好 我們就珍惜和尊重神 我們神這麼好 我們也珍惜善待我們的人 我想問大家 世界上善待你的人多不多 不多 但是基督徒裡面 善待你的多不多呢 比例上 是多的 所以當你想想的時候 他們會對我們好 真的不是必然的 是禮物 但是有些人就說 他對我不夠好 他有時都不記得跟我打招呼 這個你要求太高了 但是我們總之 他有對我好過 我就多謝他 他都接受我的 我就多謝他 其實我們教會 希望見到一個關心人的氣氛 大家都享受 大家都喜歡 我們互相珍惜 珍惜的時候 那個對方也覺得舒服 曾經有些人跟我說 我幫這個人幫幫幫 誰不知他又頂我 又說我什麼 又說我這個做得不好 說得不好 又說我有什麼做錯 令到那個人很失望 我也有不同的人跟我說 哎呀 我又幫他 誰不知他跟我說這句話 令到我很傷心 首先我們自己學不給別人影響 我們也不要令人不開心 這個就是珍惜 每一個人 這個是智慧 為什麼呢 世上找到對你好的人 容易嗎 不容易的 所以有的時候 是禮物來的 禮物不要丟掉他 有善待你的人 不要丟掉他 有些人我會見到他 很容易封鎖人的 有時候說兩句不對就封鎖他了 其實我們想一想 他真的 有些人 我有封鎖過人 有人是不斷傳很多很多訊息 我告訴你 拜託你不要傳 這麼多 這麼多的訊息給我 就是那些 很多錄音 不斷地訴苦 不斷地說 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跟我無關的 我說拜託你不要再傳了 他又傳 一直傳 每一次都傳 並且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有這樣的情況就傳 所以我一定不會將他加他 還有 最後我警告他之後 我是封鎖他的 因為 真的處理不到 因為他天天 傳訊息的時候 是一個騷擾 但除了這些人之外 其實我封鎖的人 我想是有可能兩三個 其他人都有對我不好 但我不用一定要介意 不用一定要理他 而那些對我好的人 我是珍惜、多謝 我們多謝 我們中間有一起服侍的人 很感謝你們一齊投入 侍奉 是禮物 是我們的禮物 是我們互相的禮物 我們就珍惜 這個就是智慧 就是有親好的朋友 但我又認識有些人 有些好朋友很多年 一次的爭執 就會跟這個人斷了關係 其實很可惜 因為朋友有時經過很多年建立 他一次傷害你 是不是他以後生氣了你 不是的 是可以處理的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珍惜人 這個是智慧 與人相處 另一句說話 我剛才說過 就是不要跟惡人作對 耶穌說 甚至說打你右臉 連左臉都轉過來由他打 這句說話 不是一句普世性的應用 因為耶穌自己也有說到這句說話 我們看看 約18章23節一起讀 耶穌說 我若說的不是 你可以指正那不是 我若說的事 你為什麼打我呢 因為當時有兵打他 耶穌也這樣說 所以耶穌不是有人打你 你就說 你打另一邊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某些情況 什麼時候 這個真的是智慧 在某些情況 可能你受迫迫的時候 那個人呢 他打你 但是呢 你又反而由得他打 他可能他的心會心軟 因為有情況 不過你發覺他不心軟 那可能你就不要讓他繼續打 但是你也走不掉 這個呢 你自衛了 有時候有些人 他可能做了些事情 對你不好 但是你依然不介意 由得他 這樣的時候 他又覺得很特別 有些機會 我們可以軟化那個人 但是最重要的一句說話 就是不要遇惡人作對 那麼首先 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你的心很生氣 很激氣 我要做回 以牙歸牙 以眼歸眼 要做回 跟他做的事情 我要針對回他 如果我們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因為針對對立的時候 結果是我們自己受苦 我們生命不會發揮 惡人是會一直追著你 直到破壞你為止的 這個是我發現的事情 那麼我最近呢 都發現一個人 是這樣的情況 我就跟他講關於 即是說聖經講到 很多證據 五點證明 是災後被提 我們都要經歷大災難的 但是這個人的反應 是非常之強烈 是非常之對立 對立的時候 我就選擇不再跟他回應了 因為他有跟我們另外一個人 是已經離開香港 繼續有溝通 那我就跟他了解他的情況 那他就說呢 他都攻擊你一兩次 現在沒有了 不過他不斷發他的信息 那我就 我由他了 算了 有人 我再吸引他 他又再攻擊過 即是無需要 我不需要再製造更多攻擊 所以我都覺得改變不了他 算了 因為他其實傳出的訊息 他可以不認同 但他就會有一個很對立的狀況 那這個也是智慧 即是我不需要繼續跟他對立 雖然他是基督徒 但有時基督徒都會 好像很容易跟別人對立 這個都是求主幫助我們 在這情況下 是能夠有聰明智慧 我們這次又停在這裏 大家反思一下 你有沒有一些人 是令到你 覺得他跟你對立 令到你覺得 做人很辛苦 很不開心 於是你的心就有種反抗 可能你生氣他 可能你對他有種抗拒 或者你說話對他 沒有什麼禮貌 或者是會不會 起碼不會善待他 那求主幫助我們 軟化我們的心 我們一起起床祷告 來到神面前 神可以幫助我們 給我們智慧 我們多謝天父 神是有智慧的神 神是憐憫的神 神是愛我們的神 神是很好的神 神是很疼我們的神 神經常看著我們 神會加力給我們 讓我們的心柔和謙卑 讓我們的心 不容易受傷害 神會保護我們 神會保護我們 神經有說 那肉麻 你人的肉麻 都落在我 就是耶穌的身上 肉麻 我們人的肉麻 都落在耶穌身上 耶穌你真是好 你受落別人對我們的肉麻 所以我們不用受落那些肉麻 求主幫我們反思 我們的生命中 有多少被人傷害 結果我們跟人相處就很硬不勒 很強硬 很沒有智慧 沒有柔和 求主幫我們看到 柔和的舌頭能夠截斷骨頭 主幫助我們反思 我們跟某些人的相處 我們是否有智慧的方式 還是如絕的方式 我給大家 一陣子的時間 給大家反思一下 我們怎樣可以有智慧 跟這些人相處 我們都在神面前悔改 我們有強硬的地方 求主赦免我們 多謝天父 你對我們永遠都是柔和謙卑 多謝天父 你永遠都是接立我們 疼我們 愛我們 擁抱我們 提升我們 幫助我們 建立我們的智慧 但有時我們被世界影響 就有很多餘絕 很多魯莽 很多怒氣 很多傷害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讓我們活在神的愛中 被神的愛醫治 也有智慧 去和惡人相處 不去和他們對立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到有個人 你和他對立 你就 就開聲祷告 你可以小聲祷告 你就說 神 求你幫我搖延祂 接立祂 幫我善待祂 我善待祂就是智慧 你和他對立的人 你和他對立的人 可以改變祂 這是禮物 多謝天父 我善待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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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待祢 幹活 善待祢 善待祢 幫我善待祢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加我智慧 加我智慧 赞美耶稣 多谢天父 求主加我们智慧 让我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也都用智慧与基督徒交往 我们都珍惜我们有的每一个人 我们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们 这一阵是神给我的意念 我想大家在中间 你觉得有哪个人对你曾经做过好事 你现在走过去跟他说一声多谢 你说完多谢 你又给其他人跟他说多谢 可能他有很多人 他曾经帮过很多人 你就过去跟他说一声 我欣赏你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我有你 我很开心 我有你 我很开心 你带给我很多福气 我多谢你 你带了很多福气给我 让我的生命是满足 我多谢你 或者你都见到一些人 没有什么人理他 那些 比较单独的 你走过去跟他说 我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我希望你来到 经历到爱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